欢迎收看老豹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触目惊心的残酷隐喻性短片 母群 影片开始 一脸麻木的艾纳斯 躺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屋里 一位女医生用简陋的医学设备 正在给她做人工受孕 结束后一个男人进来出辱的 扣上了艾纳斯的脖子上的项圈 把她拖了出去 锁进一个铁笼里 这里面肮脏简陋 锁着许多女人 她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像母牛一样 被逼着产奶 为了能产出大量的奶水 她们每天都合在怀孕中 倘若没有产奶 就会被这里的工人欺凌暴打 或被击杀 毫无人权可言 到了晚上 艾纳斯被隔壁小莎的哀叫声吵醒 原来是小莎即将生产 可是艾纳斯只能无力地安慰小莎 什么也做不了 不一会儿 两个工人带着女医生进来 工人触碰地将小莎拉扯过来 女医生拿着十分前落的工具 就会小莎接生 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女生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是个男孩在这里 男孩没有一点利用的价值 工人们忏忍地将孩子 弄进一个垃圾桶 任凭小莎用尽全身力气求饶 却也无济于事 艾纳斯伸手安慰着小莎 说她的女孩也被他们带走了 小莎却提说要和艾纳斯一起逃跑 可艾纳斯对说了 她觉得她不可能逃出这个人间地狱 第二天 工人又带着医生 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 工人拿着电机棒 肆意疯狂地玩弄折去女人 警告他们要乖乖听话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深夜艾纳斯发现自己流产了 这时外面的工人闻声而来 想要检查艾纳斯的身体 毫无防备地打开笼子 却被艾纳斯一脚踹翻 艾纳斯扑上前 抽出工人的尖刀 插进了她的脖子 另一个进来的工人 也被艾纳斯勒倒在地 此刻笼子里所有的女人 都在为艾纳斯欢呼 她抢走了笼子的钥匙 丢给了小沙 艾纳斯小心翼地在走廊上 发现了一个房间里面 关着许多怀孕的女人 他们正被当作动物一样激难 旁边的房间 则是刚刚被拖出去的女人 她被一个工人 一枪击倒在地 艾纳斯无嘴痛哭 当她看到满是小女孩的房间时 艾纳斯更是不敢想起 眼前看到的一切 随后一个工人进来 拖走了艾纳斯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看见小沙 已经将这个工人刺死 她跟小沙说 要一起掏出这个可怕的地方 两人丝毫不敢松懈 合力制服了进来检查的女医生 他们把女医生的舌头割下来 给她换上了长细细的球服 并关进了铁笼里 任凭女医生如何哀好 也无人答应 艾纳斯托在门后 偷听了这家工厂老板的对话 这些产照破坏的女人产奶 只是为了被制成虎夫饼 他们爱怕地穿梭在无尽的走廊里 本部短片将奶牛拟人画 在奶牛厂里 奶牛被工人们肆意地蹂躏 一幕幕残忍的画面都是赤裸裸的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只是为了唤醒人们心中最初的善良 不求每个人都不喝牛奶 但是给奶牛们 一个舒适的环境是绝对可行的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人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 更应该尽为生命的可愧 所以请出一个善良的人 以上就是本期老炮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中文字幕殆语 中文字幕殆语 中文字幕殆语